李子柒一道菜的名字戳中千万人 所有的父母终将是远方 前几天,李子柒上传了一个全新视频 主题是土豆 其中,她用土豆做了一道再普通不够的菜 一盘酸辣土豆丝 然而很多网友看完却被戳中泪点 这盘土豆丝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想念土豆丝 为什么取这样的名字呢 旁边坐着的奶奶一边吃 一边道出了其中扎心真相 你老汉儿也喜欢这个土豆丝 老汉儿在四重话中是父亲的意思 原来,李子柒他想爸爸了 其实熟悉李子柒的人都知道 这不是他第一次做这道菜了 早在2016年6月20号,父亲节 他一边哭一边做了一盘爸爸最爱吃的土豆丝 那一天,他在微博里写下令人潸然泪下的几句话 听奶奶说你喜欢吃这个,就临时做了 二十二年了,我很想你 四里行间都是对父亲的思念 又满是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 李子柒年幼丧父,在他四岁那年爸爸就离开了 这一盘简简单单的土豆丝,大概就是关于爸爸最重要的回忆之一了 小时候,家徒四壁,贫困落魄,被继母虐待,只能和奶奶相依为命 现如今的李子柒,全球粉丝超过三千万,年收入几个亿 和袁隆平并肩当选中国农民丰收节大使 但是,四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个会在每年六月默默想念着爸爸的小女孩 遗憾所有的骄傲与幸福,无法与爸爸分享 都说,当父母离去,无论一个人走向何处 思念都会伴随一生,成为逃不离的遗憾 一如评论区里的网友所言 好想离开我二十六年的爸爸 他走的时候,我都不会走路 现在的我都结婚了,遗憾没有他见证 我想起还在读书时候,爸爸带我去种土豆 那时候是清明假期,他离开我两年了 成长的故事是一场轮回 上半轮,父母捧着一颗心来 害怕我们磕着碰着 下半轮,慌我们用心牵挂着父母 思念父母,求而不得 从前我们记忆朦胧,不知年少几何 如今,父母化作尘土,不知今夕是何夕 任正非曾在一封书信里 谈起自己对母亲的想念 过去那些日子,他忙于事业 有几年甚至一直扎根在伊朗 每次回家,飞机一落地就得去见客户 忙来忙去,忙到要上飞机离开时 才匆匆进家门和父母告别 妈妈盼星星盼月亮 就盼着能和他唠唠家长 却一次又一次落空 无数次转身离开 最后成了一生的悔恨 一个普通的早上 妈妈从菜市场出来 被一辆汽车撞成了重伤 任正非心如煎熬 从一两多次转机回到昆明 已是深夜 那时,妈妈整个人已经不行了 仅存的气息全靠药物和机器维持着 看着妈妈一声不响地 安详地躺在病床上 任正非后悔莫及 如果他给妈妈打一个电话 或者拖延他一两分钟出门 也许妈妈就能躲过这场灾难 回忆起妈妈的那一句句唠叨 任正非心痛难忍 菲菲啊 你的身体还不如我好呢 菲菲 你的皱纹比妈妈还多啊 菲菲 你糖尿病参加宴会多了 坏得更快呢 你的心脏又不好 正如毕书明所说 我们有时是那样健忘 忘了时间的残酷 忘了人生的短暂 忘了生命本身有不堪一击的脆弱 我们都以为 父母会一直在那里 从我们孤孤坠地 医压学语 蹒跚学步开始 会一直看着我们 步入学堂 学成毕业 成家立业 生育后代 却不知 原来在某一个时间节点 或晚或早 远近 灯溪 等到大多数人才明白过来 刚想回家 父母已经老去 甚至 已经不在了 越过山丘 默然回首 才发现 背后 已空无一人 我们与父母 终究会走向了 时间的两岸 余生只有思念 才能将我们联系 有人求而不得 饱受思念 父母之苦 有人悔不当初 痛失至亲 不堪人生无常 而生活中 多少人 任由父母 也自己 渐行渐远 任由昔日 为自己 遮风避雨的 父亲母亲 在岁月的垂打下 活得犹如 孤独的小孩一般 前段时间 我难得地 回了一趟娘家 在家里 坐的半课中 妈妈已经起身 喂我倒了两次水 问了我四五次 想吃什么 妈妈给你做 之类的话 我恍然惊觉 以前那个 大大咧咧 不分青红皂白 就对我一顿 猛骂的妈妈 已经变成了 小心翼翼 在默默讨好 着我的人 我妈性子 向来很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几乎很少 听她好声好语地 和我说过话 大概从我家人 离家开始 妈妈每次打来电话 都好像在哄着我回去 忘嫁了 有时间都回家啊 家里的玉米都熟了 都给你留着呢 回来住几天呗 我给你做好吃的 欣喜是觉得子女独立了 母亲慢慢 没了往日那种 叱咤的企业 语气变得弱弱的 这种转变 令我心酸不已 网上有一段描写 父母心情的话 三岁 你上幼儿园 小小的孩子 第一次离家 七岁 你进入小学 认识了一群朋友 开始渴望外面的世界 十二岁 上了初中 住校一周才能见一次 和爸爸妈妈说话 越来越少 十八岁上大学 一年回来两次 一回来就忙着各种局和聚会 后来结婚了 见一面更难 因为你也有自己的家了 从那以后 你口中的一家三口 不再包括爸爸和妈妈 父母目送孩子长大 看着孩子越飞越高 内心雀跃 但不免会有些许的伤感 我的孩子 好像不需要我了 我们独不懂父母的心 而父母只觉得自己不配 不配子女放下工作 陪我去一趟医院 不配子女花一些时间 教我用一下手机 不配子女坐下来 和我说说闲话 唠唠家常 真正的分别 不是生离死别 而是父母明明就在我们身边 却活得越来越谨小胜微 微博上有一个话题 哪一刻 你觉得父母突然老了 下面的回答很催泪 突然发现妈妈两病斑白了 爸爸烧伤住在医院 我签病未通知书的时候 妈妈上楼梯很吃力 要扶扶梯 奶奶去世了 爸爸抱着我在我耳边大哭 爸爸没有妈妈了 父母的老去 都是脚无声息的 藏在日常细细碎碎的 反反复复之中 然后有一日 猛地涌现在你眼前 都说岁月不饶人 原来 最先不饶过的 就是父母 所有的来日方长 都经不起挥霍消耗 柳妍在父亲去世后 曾说 如果亲人健在 有什么都给他们吧 我不想让他们觉得 他们不配拥有这一切 父母想要的不多 一通电话 一餐饭 说几句话 看你几眼 愿我们 都能好好的珍惜当下 这世上有好多事情不能等 孝顺就是最不能等的一件事 可能有人会说 等我有钱了 让爸妈好好地出去周游世界 等我有时间了 我带着他们畅游天下 等你有时间有钱 你的父母还能上得去飞机吗 我们能等 可父母的年纪 等不得 所以今天先来好好想一想 对父母的孝顺 就是在平时每天每日的滋润中完成的 而这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 子玉一样 亲不待 不能等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 对于今天这篇文章 你的感悟